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单元呢我们是关于shopping的啊 shopping你们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吗 是购物啊 其实跟第五单元咱们学的衣服也会有点相关 那我们已经学过了那些衣服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买这些衣服了 那具体怎么样购买呢 这个单元老师会带你们学习 怎么样跟服务员阿姨沟通啊 怎么样去买这些衣服 所以这个单元你们一定要认真听了 那我们今天的lesson one要学习哪些内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是我们的let's talk ok let's talk的部分 我们先听一段录音 听听这段录音里我们的同学 他是怎么样去买东西的 你们能学到哪些句子 一起来听一下 可以帮我帮忙吗 好 我们的录音都听完了 那我们一起来学学这些句子 看看你们以后会不会自己去商店购买一些衣服呢 首先我们看到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出去了对不对 那我们有哪些句子呢 这是我们的服务员首先就说话了对不对 他会讲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好 这句话非常有用啊 一般我们的收货员呀 什么餐厅的服务人员都会说这句话 叫做我能帮助你吗 叫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所以一般提供服务的人员都会用这句话啊 非常礼貌的一句话 跟老师再读一遍啊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很好啊 他就在问我们的小同学了 我能帮助你吗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 Yes 是的 我是需要帮助对不对 This shoes are nice This shoes are nice Can I try them on Can I try them on 然后呢 他说了 Size six please Size six please 好 这句话很长啊 我们一句一句来看 首先呢 他说了Yes 是不是我需要帮助啊 然后他说了 This shoes are nice This shoes are nice OK 这些单词咱们都学过的啊 这双鞋对不对 This表示这些一个复数的含义啊 也就是说这双鞋 是啊 很好的啊 我看上这双鞋了 它非常好 然后呢 他说了 Can I Can I 咱们以前学过了 还是表示请求问的 我可以干什么吗 我可以 Try them on OK 这个Try on的短语呢 非常重要啊 叫市川 市川 咱们等会儿再学习重点单词和短语的时候 老师还会细细的解读它啊 所以现在先记住 Try on叫市川 那中间为什么要加them呢 因为我们的鞋子是两只 对不对 你试的时候我要试两只鞋的 所以咱们用了复数的them啊 我能试穿它们吗 我能试一下这双鞋吗 然后接着我们的这双鞋说了 OK Size 6 Size 6 OK Size这个词呢 表示的是尺寸尺码 所以它要试几码的鞋呀 6码的鞋 让它很懂礼貌的说了一个 Please 表示请 意思就是 请给我6码的鞋 我想试一下 试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售货员啊 就说了 Of course Of course 表示当然可以了 你当然可以试穿它了 你既然是来买东西的啊 当然可以 然后说了 Here you are Here you are 就表示给你 OK 这一部分的 你们都学会了吗 我们一起读一下啊 边读边复习一下它的意思 你们一边读英语 一边脑子里就想想 它对应的汉语意思是什么啊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Yes These shoes are nice Yes These shoes are nice Can I try them on? Can I try them on? Size 6, please Size 6, please Of course Of course Here you are Here you are OK 这是第一部分的 接下来我们的 John就开始试鞋子了啊 我们看看试鞋子的时候 合不合适呢 嗯 他在这试鞋子对不对 妈妈就问他了 John Are they ok? John Are they ok? 也就是问你这个鞋子合适吗 OK是表示好的合适的 你这个鞋子还好吗 还合适吗 看看他合不合适呢 你看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 好像有点困难 对不对 他就说了 No 不合适啊 No They are too small They are too small 他们怎么了 咱们都知道 small是小 对不对 所以他这双鞋 是不是有点小了 也就是我们六码的鞋 他穿着有点小了啊 所以妈妈就说了 嗯 那不行啊 OK Let's try size 7 OK Let's try size 7 size 7 老师刚刚讲过了 是几码 哎 七码 对不对 我们的size就表示尺寸的 所以呢 妈妈说上他 Let's try 我们来试试啊 七码的鞋 大一码码 大一码 看他好一点没有 好 接着他穿上了 哎 表情还不错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七码的鞋 是正合适的 所以他说了 They are just right They are just right 因为我们的鞋子还是两只 对不对 两只的鞋 我们还是要用复述的they They are 他们呢 Just right 我们知道right 表示合适的正好的 那just呢 是一个副词表示 恰好正好 那意思就是 他们刚刚好 他们的大小刚刚好 那妈妈表示认同 她就说了 Good Good 好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They are just right They are just right Good Good 好 这就是我们 Let's talk的部分了 所有的内容 我们的重要是 如何买到一双合适的鞋 你们是不是应该学到一些 好 那在课文里呢 有一些重点的单词和句型 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单词 第一个叫 Nice Nice OK 跟老师读一下 我们的Nice 这个单词呢 表示好的 Nice 那他这个用法呢 非常的容易 但是有一个词呀 跟他很像 我们一起来看看 叫做Rice OK 把字母N变成R OK 字母N啊 手写字母变下 就变成了大米啊 所以你这样一下 记两个单词 多好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记住 第一个字母 从N变成R 就变成了大米 这个叫Rice 我们今天的新单词 叫做Nice 很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造个句子啊 叫 I have a nice dress I have a nice dress OK 我有一个很好的裙子 我有一条很好的裙子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Nice呢 就表示好的 用来修饰我们的Dress 连衣裙 对不对 那好 我们给男生造一个句子吧 说我有一件很好的外衣 怎么说呀 I have a nice 只要把Dress 变成外套 Coat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男生可以说 我有一件很好的外衣啊 I have a nice coat 就可以了啊 I have a nice coat 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个单词啊 叫做Try on 好 跟老师读一下 Try on Try on 对 它表示啊 试穿啊 这个单词也很有意思 它是有两个词 组在一起的 首先我们知道 Try 它表示的是啊 尝试 然后以前我们学过一个短语叫 Put on 是不是叫穿上啊 所以把这两个单词 我选Try跟on 放在一起啊 Try on 它的意思就是 尝试着穿上 是不是就是试穿呀 所以在我们买衣服呀 买鞋子的时候 我们都要 Try on一下 都要试穿一下 所以这个短语 你们记住了吗 接下来 我们来造一个句子啊 Can I try on the pants Can I try on the pants 我们知道 Pants是我们的长裤 对不对 所以你要试穿裤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句话说 Can I try on the pants 我能试穿一下 这条裤子吗 好 我们再换一下 我要试穿鞋了 怎么说啊 Can I try on the shoes 对了 只要把pants 换成shoes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试穿什么 就改变这个名词 记住了吗 好 再我们看看第三个单词啊 叫做size size 对 它表示的是尺寸啊 老师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表示尺寸的时候呢 直接用size这个词加尺码就行了 比如说八码的 咱们就直接说size 8 就没错 明白了吗 所以八码叫size 8 同样老师给一个句子啊 I wear size 6 I wear size 6 OK wear表示穿 所以就意思是啊 我穿六码的 我穿六号的六码的衣服 或者是鞋子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 嗯 一个短语叫做 of course 对了 of course 这是一个口语中非常常见的短语啊 当别人问你提出一些要求建议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of course来回答它 非常的实用 也非常的简单 通常呢 它用来表示一些询问或者是要求 对不对 一般疑问句提问的时候 我可以做什么吗 你就回答 of course就可以了 嗯 但是呢 在不同的语境里 它的意思可能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我要问 may I use your book may I use your book 就是我能用你的书吗 那你翻译成 of course 就是当然可以拿去用吧 所以这个时候它翻译成 可以啊 拿去用 这个意思 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嗯 第五个 最后一个单词了啊 叫做什么 just 啊 just 刚才我们的正常说了 它的写 they are just right 还记得吗 哎 just表示正好 恰好 对吗 好 那它还有别的意思啊 它还可以做一个形容词讲 叫做正义的 公正的 也可以叫just 老师给你们给个句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我们先看第二个句子啊 就是它另外一个含义 this is a just war this is a just war 啊 我们说了just表示公正的 war表示战争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啊 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但是这个用法呢 没有那么常见 我们一般的just 它都表示正好 恰好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句子叫 the meeting is just over the meeting is just over 啊 meeting表示会议 over表示结束 对不对 那我要说 the meeting is over 是不是就说这个会结束了 但是具体是一个小时之前结束的 还是一分钟之前结束的 我是不是不清楚啊 但是如果老师加了一个just 表示刚刚恰好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一分钟之前才结束啊 所以我说the meeting is just over 那就是说这个会议是刚刚结束的 你们记住了吗 好 这就是我们这篇课文里面所有重点的单词啊 你们应该都学会了一些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句型啊 句型也很重要的 首先来看 Can I help you 这句话啊 我能帮助你吗 哎 它通常在课文中的用法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 不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同一句啊 这个句子的同一句 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别的句型表示同样的意思 可以 还有两种说法 一种叫做 What can I do for you 啊 我们从字面上来翻译一下啊 What是不是就是什么 Can I 是不是我能 Do 就是做 那就是我能做什么 For you 是不是就是为你啊 所以我们想想那就是我还是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所以意思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表示 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叫 May I help you May I help you 也就是把第一个can换成了may 啊 may也表示能够 所以这两个句子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就记住 may也可以 我们的can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餐厅呀 在商店呀 服务人员提供服务的时候 可以说这三句话都是可以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May I help you May I help you 对这都表示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好那这个句子呢 我们来看看啊 它是在商店旅馆饭店等场所 是不是都可以听到啊 通常呢都是表示 提供服务啊之类的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句子来表示 但是呢 在口语中啊 它的语境不同啊 翻译的意思也不同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些例句来 看看它都翻译成什么啊 首先第一句话 Can I help you 老师翻译成 你想买点什么 我为什么这样翻译呢 因为他是正在买水果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答语叫 I want some bananas I want some bananas 是不是我想要点香蕉啊 所以呢我们判断 它一定是在买东西 并且是买水果 所以我第一句话翻译成 你想买点什么 知道了吗 好再来看第二句的 Can I help you 我翻译成 你想喝点什么 这里为什么又变成喝了呢 因为我们来看看答语啊 它回答的是 Just a cup of tea 我们刚学过just 刚刚紧 对不对 恰好 就是我只要什么呀 只要一杯茶 A cup of tea 我只要一杯茶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我提问的地点 应该是在一个餐厅 对不对 并且我要问的就是 你要喝点什么 所以你才告诉我 我要一杯茶 明白了吗 所以通过不同的语境啊 咱们的Can I help you 翻译成不同的意思 但是大致的意思都是在我们的这些场所提供服务 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啊 我们购买衣服的时候是不是 你光看上了是不是还要试一下 那这个句子叫 Can I try them on OK Can I try them on 我能试一下吗 好 那这个句子呢 我们通常是在买衣服的时候是不是啊 然后如果你要向售货员提出你要试穿的要求 我们就会用Try on来表示啊 用Try on来表示 但如果我们试穿的只是一件外衣 或者一件衬衣的话 我们要用单数 就要用it 我们可以说Try it on 明白了吗 一件就说Try it on 但如果我们试的是裤子啊 鞋子啊 袜子当然可能不能试啊 但是你知道复数的咱们都要用them啊 所以你要试裤子的话 你就会说Try them on 就行了 明白 所以单数的用it 复数的用them啊 一定要区分开这个 好 接下来我们来造个句子啊 我说这个裙子很漂亮 我想试穿一下 怎么表达呢 The dress is nice OK The dress is nice 表示这个裙子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好的 Can I try it on OK Can I try it on 因为是单数的咱们用了it 好 老师加大难度啊 我要说 这条裤子很好 我想试穿 我们应该怎么讲啊 这里变一下啊 我会说 不能用这个了 要用this 是不是啊 this pants 这条长裤 this pants are nice 对了 都要变啊 动字要用are 因为是复数的啊 this pants are nice 然后呢 我想试穿一下 怎么说 Can I try them 对了 这里的it 要变了啊 不能用it了 Can I try them 啊 明白了吗 哎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试穿的这个句型的表达法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 来总结一下 你们今天学的都掌握了没有 嗯 这又是两个图片 对不对 这边是我们的 售货员 那这边是 哎 我们的sara 那她要买东西 是不是 大概是这么一个句型啊 我们来看看 哪些句型可以用呢 首先我们的售货员就会说 Can I help you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然后我们的sara就会说 yes 我需要帮助啊 this或者是this 啊 单数或者是负数的 同样我们的 必动词也一样 单数和负数的 nice 是不是啊 我看上的这件东西非常好 然后呢 她就会提出 Can I try it on 或者是 Can I try them on 我能试它吗 或者是我能试它们吗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服务员就会说 of course 当然可以 here you are 明白了吗 哎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两个句型啊 重点句型都在里面 接下来 瑞尼老师会给你给出一些 我们sara看到的衣服 你们来看看具体要用哪些词来代替啊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裤子 对不对 还记得裤子怎么说吗 哎 是我们的 okay pants 老师加了s 对不对 pants 所以你用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都要用附属的呀 都要用附属的啊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首先社会员会说 Can I help you 对了 Can I help you 然后我们的sara就回答 yes 对不对 我需要帮助 那一看裤子是附属的 所以我们要用附属的 this this pants are nice 非常好啊 this pants are nice 接下来他会说 Can I try try them 对了很好啊 我们要用附属的 can I try them 然后我们的服务员会说 of course here you are okay of course here you are 明白了吗 好 第一幅图是 瑞尼老师带着你们说的啊 第二幅图 你们要自己选词了 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商品是什么 是我们的帽子 对不对 帽子啊 这是怎么说 叫 hat 对不对 hat 好 我帮你们写下来啊 接下来你们自己填 hat 注意是啊 单数的 是不是啊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Can I help you OK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助你吗 然后他就要回答了 yes 然后我们要选单数的 对不对 OK this hat 同样单数的 is nice 对不对 this hat is nice Can I try it还是 dom呀 单数要选 it 对了 所以他要问 Can I try it on 好的 我们服务员肯定同意 他就会说 of course here you are OK 明白了吗 很容易啊 好 我们再练一幅图 好不好 好 最后一个 出现了 裙子 是不是啊 短裙啊 短裙叫什么呀 我们的 OK Skirt 跟老师读一下 Skirt Skirt 对是我们的短裙啊 短裙那它也是一个单数的 所以选的应该跟刚才的帽子是一样的词啊 都用单数的名词就可以了 所以 Can I help you yes 接着 this skirt is 对不对 我们选单数的 is啊 this skirt is nice 这个短裙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好的 Can I try it 还是dumb呀 单数的我们要用 it啊 Can I try it on 然后我们的服务员会回答 of course here you are 明白了吗 好 那今天的两个句型你们是不是都掌握了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所有的内容了 你们一定都学会了 下节课我们再见 see you next time